万本大学的同学们大家好 咱们接着来学习第41讲 资产组的认定与这个减值的处理 这一节主要给大家说一说资产组的减值测试 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好 咱们看到 说资产组减值测试的原理和单项资产是一致的 即企业需要预定资产的这个可回收金额 和计算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并将两者进行比较 如果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 那我们就要考虑这项资产组进行了减值 该确认减值的要确认 好 说表明资产组发生了减值损失 应当予以确认 这是原则 原则上讲说我们资产组和单项资产 减值的原则都是完全一致的 处理的思路 就是基本思路也是一致的 但是后面有一些大家要注意的细节 是要给大家慢慢说的 说第一个资产组账面价值 和可收回金额的确定基础的问题 讲说资产组账面价值的确定基础 应当与其可收回金额的这个确定方式 要相一致 怎么去理解这句话 这句话别看内容不长 实际上它内涵还是很丰富的 就讲说我们一项这个资产 或者说一项资产组 大家往往容易识别 好识别 这个资产组账面价值没问题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 我们为了这一项资产组进行服务的 其他的辅助性质的这个资产 他的账面价值 计不计到这项资产组里来 这是要大家真正在这个考试的时候 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或者说是考察大家的一个主要的 一个知识点 怎么说呢 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讲 说一个企业 他有ABC三个设备 我们生产一个产品 这没问题 假如说叫假产品 我们这个假产品啊 这个客户会分两种情况来 这个给这个假产品这个定价 或者叫价格 就是讲说 如果这个假产品 我们生产企业负责给他运到客户的仓库 这是一个价 假如说这个假产品一件可以卖到100块 那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我这个生产企业不提供这个运输服务 让这个购买方 让他客户自己来这个公司的仓库提货 自提自取 说如果这样的话 那客户说 说我考虑到了自提的这个因素 那可能我一项这个产品只给你95块 如果给送到对方客户的仓库是100块 客户自己来这个生产企业的仓库自提是95块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我们估计这个ABC这三个资产构成资产组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看如果我们想用这个100块作为未来现金流量的这个限值的基础去计算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汽车就是负责运输这款产品的这个汽车的价值要考虑进来 就相当于要把这个汽车的价值加到这个资产组里来 如果说我们不用100我们就用95 那这个汽车的账面价值就不往这个资产组里加 所以这个地方就说别看这句话内容不长 实际上它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考察的点 就是讲说我们辅助的生产设备的账面价值 到底往不往资产组里加的问题 特别是当这项辅助的资产的价值或者叫这项辅助资产的作用 是可以影响我们本身这个原来资产组的这个未来现金流量的时候 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口径要一致要统一 就是这个地方说的 说确定方式要相一致 这个大家要格外注意 下面讲说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应当按照该资产组的公益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和的金额 与其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两者取其高 叫做输高 说作为这个可收回金额和的账面价值去比较 这个倒没关系 好 下面还是给大家画的这个图 咱们上一讲也看到过这个图 这一讲主要给大家说一说下面 图还是这个 那咱们说说ABC这个三个设备 生产的是假产品 D设备可以单独生产以产品 并且假以两个产品可以分开 现金流入的这个基础 是完全区别开的 所以讲说ABC三个设备 这是一个资产组 D设备自己一个资产组 这个是没问题 这都跟上节课咱们说的内容一致 下面就讲到说其他设备及资产 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辅助性的设备 像比如刚才我讲的那个汽车 包括事实上在实物中很多件 比如说我们的办公楼 比如职工食堂 职工宿舍 对吧 我们这些辅助性的这个设备 或者叫辅助性的这个资产 很难说直接和这个假产品 或者乙产品去对应 对吧 你说那员工他要这个提供食素 那我们直接和假产品对应 还是和乙产品对应 这个其实本身说不上 因为他只是就是辅助性的设备 包括辅助性的资产 包括咱们前面这个 考试中 历年考试中爱提到的什么研发中心 办公大楼 研发基地等等诸如此类 那这样的其他设备 及资产 我们不能直接和产品相对应 但是我们在考虑资产减值的时候 这一部分资产 明显也是要看他减倍减值的 因为他是不是公司的资产 当然是 对吧 他是企业资产 所以我们还要考虑他减值的问题 那怎么去对他的减值进行这个测试 就讲说我们要把这一部分的资产 他的价值分摊到就是这个地方说的 要把它分摊到 我们既有的已经确定的各个资产组里去 比如像这个题目 或者讲说咱们这个地方画的 就是讲说我这其他设备及资产 我们要分摊到资产组一和资产组二 当然分摊还要有依据有标准 后面有每一项资产组的占面价值 有加权 咱们后面再说 具体分摊的办法 咱们后面再说 但是这个地方跟大家说这个思路 对吧 我们其他的这个辅助性质的这些资产 该分摊到资产组的 要分到资产组里去 因为他不能直接对应产品 也要参加这个减值测试 好 这个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点 咱们说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应当包括可直接归属于资产组 和这个可以合理一致的分摊至 该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这个就讲说合理一致的方法 分摊指的就是前面咱们说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辅助的资产 该分摊的比较用合理一致的方法 分摊到这个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说通常不应当包括已确认负债的账面价值 但是如果不考虑该负债的金额 就无法确定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的除外 这个地方又是讲说到我们资产组 说资产组里为什么会出了负债的金额 而且不考这个负债还不行 这个就比如讲说咱们前面说到过固定资产 有一些固定资产 它涉及到了气质费用的问题 对吧 比如说我们的矿山啊 我们的核电站啊等等 诸如此类 它涉及到气质费用 气质费用在我们确认这项资产的这个时点上 它是以一项负债的形式寄进来了 已经寄入了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说 那如果我们不考虑这项负债 那我们那个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就不好确定了 因为本身资产组的账面价值里有负债 所以我们这个负债就是说 如果不考虑 就无法确定资产组可收回金额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负债该考虑要考虑进来 后面还要马上给大家专门说 这个负债如何去考虑的问题 好 这就说到 说资产组处置时 如果要求购买者承担一项负债 比如说这个环境恢复的负债 或者期值费用等等 都是这类的思路 说该负债金额已经确认 并已记住相关资产的这个账面价值 这个就是我前面举例的说 我说我们期值费用确认成了预计负债 并且已经记入到了这一项固定资产的 这个账面价值已经进来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说而且企业只能取得 包括上述资产和负债在内的单一价值 减去处置费用后的这个净额 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 这个净额包括两层意思 一个讲说我们把处置费用扣掉了 这个本身叫净额 没问题 再有一个结合咱们这一块说 就是讲说我们一项供应价值 是我们资产的供应价值减去负债的供应价值 这个也是体现为叫做净额 所以这个净额包含两层意思在这个地儿 那说为了比较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 在确定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及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时 应当将已确认的负债金额从中 就是从这个资产组中要扣除 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 说为什么这个地方要扣除 对应的是咱们前面那个说的 就是如果有负债 那我们要用这个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这个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 确定的方法 对于这一项负债确定的方法要相一致 这个地方就是体验这个一致 那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在确认这一项资产的账面价值的时候 我们把这项负债 比如说通过预计负债形式是寄进来了 寄进来的情况下 大家就说说那我们这一项的资产的这个账面价值 负债寄进来是加大了这一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如果我们考虑他未来现金流量限值的时候 我们负债不考虑就不扣除 那等于我们未来的供应价值 事实上是减小的 所以讲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要把负债的供应价值扣除 就是要把未来的这一项资产的供应价值要调高 那为什么调高 是因为前面负债已经寄到这个资产的价格上面价值里去了 这样的情况下 在我们确定这一项资产组的这个 未来现金流量限值的时候 我们这一项负债要考虑进来 该扣除都要扣除 好 那这样的情况下 咱们这个资产包含负债的这么一种情况 相当于是资产和负债打包 好 相当于资产和负债的打包 咱们这块内容就给大家介绍完 好 咱们这节也结束 谢谢大家